大家好 我是方氏 看到眼前这对啊 这个机先拆开 大家看 这个机器一般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绝对有人用过 看这是一个拉绳 这个拉绳的设计特别巧妙 中间有个暖天线看到没有 一根暖天线从这边穿过去 360度 然后你手这么拎着 能又作为一个导体 就好像以前看电视 那个天线上的绑一块猪肉啊 这是一样的原理啊 看这是一台收音机啊 这是 这跳到市场花了五块钱买过来的 能财宝 能保财险直冲车 这好像是个保险公司的 买保险是一个东西啊 但是这好像是个OEM产品 这是收音机的电路板啊 这一个D282A的一个音频放大器 公放 这是个声音大小调节 这是副位 这是选台 这是按键式的 按键式的 一般是牛屎芯片 对不对 早期 这些上学的时候在五间店里面 或者是 小那个学校那个小麦布里面 90年代初期啊 有这种收音机啊 10到15块钱一个戴耳机 当时呢 耳机非常抹击 就是容易坏啊 然后看背面啊 这个机器很奇怪 它不是牛屎芯片 是华金芯片啊 cd 开头的 在这个位置 大八角 他这些使用那个 这种电池 这电池一般的早期的那个什么里面特别多 坐机电话 无神电话里面特别多 还用咱们那个儿童 玩具汽车 这是个喇叭 要看这一款 这个可有来头啊 这拿起来 这个波动开关 有一个吻压电流板 这个牛屎芯片 这一个灯啊 然后看背面啊 这个设计当年是 就是看那个线不太好看 但是东西是好东西 看这汗的 它这个呢 是一个五湖供电输入 这是 放电输出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手摇发电 一般这种机器 日本比较多啊 手摇发电 前面又是个灯 看 前面是个 led 灯 这个机器真的是相当炸的啊 来 手摇发电 手摇发电 这个输出电还挺大的 这个是不是实习生干的活 这个电路板焊的不咋地呀 花了 卖的时候要10块钱 花了5块钱买回来的啊 然后给开机给大家看下效果啊 开始这个没电了 这电池就是充不进去电了 我拿夹子声音应该加一会儿 然后又能用了啊 这种机器有个最大的通病 如果长时间放在信号不好的地方使用的话 它的信号会运的越来越差 这是什么声音的特别是什么声音的 也就没错 那个儿梦想要没有 遵復了 别人的音乐 变特别小 快点重新看啊 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特别小 在这附近的地方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也就是 最好屏幕吧 谢谢大家 好了 没有台了 没有台了 敷一下 一切成熟了好几天 以为我太久了 好像是这个开关可能有点氧化 太灵敏 还这个电动板啊 你看 太太薄了 然后看这有开关设计啊 它上面有有看这个 亮灯关机 然后中间这个是什么 后面好像是报警 这个 亮灯 然后报警 不是日本那边设计吗 我还有旧旧旧旧 这个小芯片里面带程序的带声音程序啊 有意思吧 非常小巧能发电啊 然后把它组装起来 然后再看是感觉这个机器有多小 特别像一个什么 特别像一个T恤刀 我把它组装起来啊 费的九牛二伏子力啊 装好了啊 这个塑料非常强硬啊 我怀疑是早期香港设计的一种设计操作 卡扣只有一颗螺丝 在这个里面 只有一颗螺丝啊 这下面一个电推 T恤刀啊 剪吹的T恤刀 副位 选台 开机 声音大小 这是五幅输出 六幅输入 然后一个灯 报警 很旧 这样子关了 然后这边 发电 设计的非常巧妙啊 但是这个条台 选台 它是按键式操作 这个按键式操作呢 对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有很强的方向感 这是个调频收音机 它不是中播的啊 就这个线 你随便摆什么位置 它这个方向感太强了 它这会儿 声音变小了 再来 怎么不成功呢 发电感太强了 靠窗户币还行 声音非常小 这会儿声音非常小了 这两个按键有问题 稍微 这个机稍微移动一下就没有信号了 好了 不测试了 能收台啊 能收到七个台 我测试了一下啊 在船口边上啊 这个灯还挺亮的 开灯 手游嘛 哪个厂家 不知道啊 这好像是个买车型的一个产品 保险公司制造的 特别像个电推 电推 电推子 剪头发的一个东西啊 没有多大 手游 它这个设计的缺险 如果这个地方做成旋钮式选台的话 这个可变电容那个操作 比这个按键的会好很多 可惜这个按键应该是个按键有问题 有时候声音大 有时候声音小啊 好了 就是这么个玩意啊 有兴趣的研究的可以拿去研究一下啊